罗里啊 这个老扎在一个很具体的事情上 这是他的一个大毛病 其实就是说他的很多做法 特别适合干一个基层的 或者中层干部的一个 所以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妮可 也是一个部门的部长 当时就说 你少花时间在那个部门里 扣那些细节 我们是政治家 不是行政人员 这个确实是啊 我觉得这个人说的有道理 当然罗里自己是肯定不承认了 他觉得他做的这些越具体越好 其实罗里啊 确实不愿意承认 你作为一个议员啊 你不能够把时间都扎在自己部门里 你主要是管这个投票 很多的政策 你得去表态 你这个因为这个表态 这个政策一旦作为法律 法规定下来了 你底下干啥也没用了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个政治家 但是呢 他觉得啊 他首先他觉得干的不舒服 反正他就是不太愿意 花时间在这个投票啊 议会啊 辩论啊 什么的 尤其啊 他觉得啊 我说了半天也没用啊 反正吧 就是他这个好朋友 就劝他说你还是应该配合 而且呢 你有很多事你要想做啊 你作为一个政策家 你得把你的理念多说呀 你得让大家知道啊 于是呢 洛丽呢 就上电视 哎 上电视呢 上了几十回 完了另外呢 也跑到就是同僚啊 就是别的议员的那些选区 因为大家都要互访啊 因为你要把你的理念 也要拿过去去去演讲啊 让更多人知道 或者呢 你也对人家的这个选区 也有些了解呗 反正就到别的选区去 演讲访问 另外呢 就是 趁着比如说到那个 跟着同僚啊 去高尔夫俱乐部啊 那个大餐厅里啊 因为都是 各种的富豪啊 就是还有很多大佬啊 嗯 也有一些 比如当地的议员啊 哎 就给人家讲啊 各种的慷慨沉思啊 解释啊 另外呢 也聊什么中俄关系啊 呃 这个世界秩序啊 怎么样啊 人口统计书记怎么样啊 我们对半导体 是怎么样一个观察呀 那当然就是人道主义 现在是不是 好像已经开始衰落了呀 呃 这个人就是一直就是在议会里算是奇葩 老上电视啊 就是人家说的老古董啊 呃 天天的啊 就是那种贵族的那种样子 就威多利亚那种 所以呢 在他接触的这些政治家啊 或者这些议员里 让罗里感觉啊 很多的英国人 就政治圈子里啊 还有一种就是像这个人的那种想法 就是让威多利亚时代的那个英格兰 再次为难 但是他自己 在自己的选区啊 他呢 觉得呢 就不用像议会似的啊 天天都是迅狐拉的那些事啊 他觉得迅狐拉 太重要了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啊 你在外边写写文章骂骂政府挺好的 办具体事儿 确实就是很多的有一些就是理想主义者啊 他会就是有点像那个人家后来说技术官僚 不适合管理一个企业也是这样的 因为他懂啊 懂了以后他就容易扎到那个细节里去 去管技术去了 你个企业啊 他是一个管理 这个 能力的 有些东西啊 要取舍的 所以你这个很多技术官僚啊 他自己也累 累得要死 我记得那时候科学院不是吗 有一阵子啊 搞当时药邦同志上来的时候 就是 啵当一下 就是比较极端啊 就是 抛开 党和这个 管理分开 所以呢 比如说那时候的那个 各个大所的那个所长 就都必须是技术 也就是这些科学家们选出来的 你这科学家你不去研究那个 你让他管这个焦头烂额 你想我上次跟你说了吗 我以前的监督 他那个老师导师开那公司 天天的 就是 今天欢快了 今天就吃一顿 完了 跟底下人全都是打成一半 因为他带学生嘛 一高兴了 今天挣了钱了 大家出去吃一顿 完了 家里人都来 你要管一起 你这么着 哪够他花呀 他在外边刚拿的奖金啊 好像有 那时候四十万不得了啊 再加上那个时候的技术啊 什么的 你要是能够说 弄起来 确实挺 前途 确实不错 就是不会管理 完了最后还给自己招的 那办公室主任还搞上了 你说 这就就 我跟你说 这工程师 这些科学家 就 于 于不说吧 稍微一个女人给点杨国桑林 大概不说了吗 以前的女人太凶了 所以呢 因为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们 科学家呢 那么的臭老酒啊 所以呢 跟红苗正的那个 食品店的那 那老婆 他就 他就娶了 娶完了 估计肯定也对他不好呗 反正总之吧 就是 什么样的人 干什么样的事 历学所那时候 因为我比较了解嘛 那个 我前夫他爸是历学所的书记 那也不行 他爸也是 就会开会 传达文件 完了就 抠那文件 抠的 底下的人 那科学家也不干 各个实验室说 你天天开会 我们还干不干研究了 后来呢 就上来一个 力学的那谁来的 挺有名的一个 当所长 那个就说了 你别管了 你少说话 就让他别老开会了 我们都 大家多少年了 都受不了您了 都知道是个好老头 但是呢 他太迂腐了 于是呢 就是 比如说 各个那时候都讲究 各个实验室开始承包 你有什么成绩啊 什么的啊 你先提 议案上来 大家讨论 哎 觉得行 这款呢 就拨到你那 你就干 你带几个研究生啊 什么什么的啊 而且后来都发展到 就是研究生可以自己选 我愿意进哪个实验室 跟哪个科学家 那你肯定就有竞争了嘛 这样的话 我这科学家 我如果 呃 干得漂亮啊 那那研究生就追着找你 有的那个 那那那那 那个科学家啊 那就混日子 不知道怎么能混进 在这个力学所啊 都没人跟着 那个 就这开公司的这个啊 杨仁光 他是不是搞 呃 也是搞力学的嘛 定向包婆嘛 就有好几个研究生 就跟着他 当时也开始的时候 都觉得呢 呃 跟他呢 是觉得能挣钱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时候 只有他这个吧 呃 就是没有那么理论化 就是直接可以运用到 现实当中 呃 那时候就 咱们国家的建设又起来 又拆啊 什么的 你大家一算 当时可行星报告 我天哪 嗨了去了 人都重 那钱都数不过来 我记得啊 当时他们拿回来 那个聊天 什么中午 我也在那 吃饭的时候 就听他们那帮人 那聊 那个 我天 一算的钱 这一两年 就直接上亿了 哎呦 这就是科学家 一帮理工男 逗着呢 结果这书记跟这所长就有矛盾了呀 有矛盾了之后 这书记也是他真的就是就我那以前的那个叫什么 我应该叫什么呀 我应该叫公公是吧 我 这 你想啊 巴 他是老巴路 就各种的就是给人家刁难 最后人家一个壮旨告到这个科学院去了 那意思 您给我换人吧 要不然您让他提前退休也行啊 真让他提前退休了 好像提前一年吧 就这一年老头儿郁闷革命了一辈子 脚趾豆也没了 你想啊 炮弹打的嘛 完了以后 觉得冤了 哎呦 这一年 我都看了 就闷在那屋子里边 每天写 写了这么厚 就是叫什么 申诉状 就给那个科伟 还有什么 反正就是不断的送 那上面一点都没太搭理他了 就这一年 我跟你说心情特别重要 你的长寿啊 是健康啊 所以真的我就觉得他们 当然一辈子啊 就觉得被人冤枉的 最后就是不光彩的退的休 虽然他也是离休啊 那钱一分也没给你少啊 但是他就不干 但是就这一年 就得爱了 是什么来着 呃 慰爱吧 不是慰爱 反正就一发现就来不及了 发展的还特别快 零八 对零八 那你肯定气了嘛 激素呗 反正是老头是真好 就是 就我不是说了吗 家里开会 就我们几个姐妹 我跟那个 那个就是小姑子啊 或者大姑子啊 吵架 就能给我们搁一块 开会 啊 现在 这个 五讲四美 你居然敢在家里边 就这么的 没有文明 其实我们这几个打是打 过一会儿就忘了一楼 哇啦哇啦的那个 又又开始玩上了 这这老人吧 这是 没办法 但是我真是觉得啊 就是 洛丽 他确实不太适合 当这个大方向的 你管细了啊 这都一样 就是你一个企业 管得太细 绝对不行 你放不了手啊 那底下人就 那就收手收脚 都得你批啊 那就是 就跟我们现在 啥都要批 对吧 那底下人干脆就躺平了 我不干呗 呃 他倒是觉得啊 每次回选区 那他特舒畅 觉得这议员没白当 尤其啊 他比如说 他去临终关怀的医院 去慰问工作人员啊 志愿者呀 完了走访走访 那经济试用房 那些住的人都怎么样了呀 再一个跑到偏远的农场 去访问这个农民呢 呃 另外呢 也帮助 比如说下大雪了 哪个社区进不去了 这被山路给堵了 去解决这问题 呃 另外呢 就是每周末 一定会花个几个小时 两三小时吧 做的那个 就我们前面说过的 那个呃 主广场的 旁边有一个 那个大厅里 他往那桌子上 一坐 等着人家排队啊 来提 我有什么诉求啊 你看你能不能给解决啊 呃 那一集啊 我讲过的 你看见了吗 他适合干这个 当然他自己也觉得啊 就是回选区呢 就跟充电似的 就是在回议会呢 就是耗耗耗耗耗 把他那点能量都耗没了 完了再回选区去充电去 反正周末就是充电的过程 当然他自己也说啊 并不是说 那个议会就那么的 让人绝望 毕竟有很多的议员 他是相当敬佩的 呃 只不过啊 就是每次在查时啊 他都有一点就是那个 这个火啊 就有点 哎呀 晚上就有点绷不住啊 就是那帮 已经年迈的 完了都当了 不知道多少年的那些 后座的老议员 天天就坐那 不是抱怨薪水低了 就是各种的唐宁街里的八卦 这提案什么下午要投什么票了啊 没人谈一句 呃 当然这个里边啊 也有些议员呢 后来不是就是 有人就揭露出来说 收了俄罗斯的钱了吗 呃 呃也有些什么关于贪污啊 呃 呃 私私费公报 呃 就是跑到公家来报自己 就甚至那鸭舍 哈哈 那湖里边 自己家湖里边建了一个那个 给野鸭子的呆的那么一个小房子 都居然上这个工费那报销啊 这个啊嗯 说过了这是因为就是工资太低了 工作量也确实太大 他也不是工作量大 而那耗的时间长啊 我从早上来我一直到晚上十点 我也没出挣钱 看见你这薪水哪够我花的呀 对吧 所以呢 就肯定就是变相的就是睁眼闭眼的办公室就给你批了就给你报了 也就变相的给你涨工资 因为你不能不能直接那么的把钱花啊 像工资啊那都是在国外那是可丁耳的 咱们其实这也一样 所以那个等于报销其实就算是他们的灰色收入 或者小金库之类的 当然也有因为什么性骚扰啊什么的啊被调查的 其实有很多这些议员啊 跟这个罗里啊都是伊顿的同学 当然他觉得伊顿的时候 大家一听我这伊顿毕业的牛逼啊 那绅士啊 有歧视精神啊 那种荣誉感和责任感啊 他说现在在那儿 当然无存没见到过一个 有时候罗里自己都怀疑啊 是不是自己在这圈子里边混 也开始示意起来了 因为他自己也发现了 就比如说谁升迁了 哎呦跟他一块进来了 人家都都比如当党鞭了呀当什么了啊 你能从他这个小小的这一本书里边也能看出来 有点妒忌 就是心脑袋呀 就是焦虑你知道吗 他自己也有想往上爬的这个焦虑 这个好朋友啊比他大三岁的就是那个妮可就是你那意思 你稍微的那你政治家 你又不是行政人员那个人 就说了你要学会事业 首先你只有你要想当政治家当好一个好议员 你必须知道三个屁 当时我还说的什么屁啊 屁就是这个英文里边的这个那三个词的头一个啊 都是屁 就是你怎么才能当一个部长 这三个屁哎你要通过了你才能当部长 你要想继续当下去当这个部长啊还能当下去 你还得通过这三个屁 哈哈这三个屁是什么呀 特雷沙梅这不是上来了吗 呃当时呢这个形势还算不错 卡梅隆呢等于等于特雷沙梅他们上来 卡梅隆呢他们算是呃大多数席 而正好啊特雷沙梅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他上来他不是接任这个卡梅隆吗 等于他还有三年的任期 呃而且啊呃比如说要脱欧的话 肯定要花很长时间了 所以呢他觉得啊 如果我要是跟这个布鲁塞尔那边 就是欧盟那边好好谈 那他啊就需要大多数支持他 要不然的话那权力你一阵那那边 好不容易谈妥了回到这议会 直接又推翻了白谈得又走了 好在那个时候啊特雷沙梅在民调中 是遥遥领先的所以当时大家都觉得啊 肯定二百多个席位五年任期是 板上钉钉了 因此啊在2017年 这个他执政一年以后他直接说了 让我们干脆重新选吧 这个决定啊呃看起来是既大胆又壮观 但是好多人呢觉得真的后来想啊有点太乐观了 当然洛丽是坚决的这个帮助他的 他他挺喜欢的你的 他觉得啊这特雷沙梅比内卡贝伦有魅力多了 在英国啊只要是竞选了 差不多各个部门啊 这个奇特的英国帝国主义文化啊就特别有意思 就是嗯 大家啊都没时间再忙自己部门的事了 干嘛呀全得跑竞选去了啊 所以啊 洛丽差不多就是六个星期一直在自己的选区里边拉选票了 当然洛丽对自己保住自己这个席位啊是非常有信心的 因此呢他在他的选区啊他主要是帮着这个团队啊 就是他们这个保守党啊去保其他人的那个议员的席位 另外呢说如果啊再多哪俩就更好了 嗯 首先他先跑到他那个选区有一个天主教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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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镇子 因为这个他知道啊这个小镇子啊是一个古老的矿镇 就是出矿的 而这个脱欧了以后啊 嗯对这个 小镇这小镇所有的人啊都是赞成脱欧的 哎这都没想到 所以他呢就赶紧跑那保证这个小镇还继续投 因为以前从不投保守党 那作为对手啊工党推出的就是这个扣本 这扣本啊被特里沙没给给挤的的就是我们那个能在国内能看到的那个视频啊翻译过来的这家伙嘴笨你知道吗 但是啊他在这个议会啊已经干了30多年了 嗯可是你别看他在议会干30多年啊他连那个就是特别小的小部门的部长都没当过 哎 罗里啊认识他这人啊也挺逗的就是身材修修长长的啊白胡子永远的里的规规矩矩的 嗯在罗里印象中啊只要在议会他永远戴一红色的领带大概是想表示自己是工党 反正啊就是在罗里是一个在这个什么穿戴啊什么的他有点那个就是伊顿工那个学校里边灌出来的那个英国贵族啊伦敦人的那个劲儿就是你这配色呀你什么样的衣服穿什么样的裤子呀反正他就是永远的就觉得这人不是爱穿夹克衫吗 那下面的裤子跟那个一上身不搭呀这个人啊还有一个有名的就是一个大耳朵俩人啊呃其实以前就辩论过就是交锋过就关于什么伊拉克呀阿富汗啊什么的啊这个这个库本呢确实是一直反对这个英国去军事干预人家外边的国家的就当然这是因为 他觉得呢这就是我们英国的西方帝国主义就是工党嘛呃当然现在工党的这个调调已经开始有点转了啊因为你太左了以后就是底下老百姓不不懂你现在这回工党上来了为什么呀就是他们新上来的这个领袖 就哎觉得我还是往右偏一偏一偏吧别那么左了呃反正就是他们两个人啊呃辩论这个库本呢在议会里边就经常的闹笑话就是尤其跟人辩论的时候啊尤其他发言哎呀底下的哄笑不止 其实每次啊你看到他那个可怜巴巴的就被人家给挤了的啊罗里心里边还挺同情他的 嗯但是啊他呢就是被工党推出来就是跟特雷沙梅去对抗的 可是啊这个还真的把他推出来是好多人没想到的一个是什么呀啥成绩都没有 你要有个工作成绩呀或者你你做过什么优秀的贡献呀 嗯而且啊的很多人都觉得就是他不是同情这个这个这个 穆斯琳娜什么的啊呃另外跟一些反游的那些人都是他的坚定的票仓啊 所以好多人呢就非说他跟这个恐怖分子啊呃什么反犹太的人啊 这个跟关系扯不清 嗯但是啊罗里必须承认你再说人家这不是那不是 就是因为他家这个进了这个工党的领袖管理层了 突然你会发现啊议会再不像以前那么沉闷了 起码有欢笑有新鲜感有活力 首先啊他带的那波工党的这个议员越来越年轻了 再一个啊真的是在他的领导下工党现在人数直接增加了三倍呀 现在是英国最大的政党了保守党是一直在缩水啊 罗里都觉着了就比如说你现在啊保守党想开一个什么集会 400个人能来就不错了 但是啊只要他说就跟特朗普似的 这这挺逗的 他只要一说我要开会啊 我要我要演讲在哪哪哪了 嗯一下几千人围着他 而且你会发现他的支持者都相当的年轻多元化 而且充满了激情 行吧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